第三签五百五十六集 女八震惊到了乌一夫家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千万别说什么良仙发现 你不是那种人 没希望了 穆罕苦笑道 就算我带着这些残余部队去见鬼王 也再不会受到重视了 有没有他们对我来说都一样 但对你来说不一样 再说完 闭上了眼睛开始做法 到了这一步 女八仍然是懵逼的 对穆罕说的那些不太敢相信 见她做法 内心总算燃起了一次希望 这结果穆罕做出了一个更为让得吃惊的举动 她将自己的灵魂与尸身剥离开了 将身体让给了她 多久以来 她一直期待着 女八操控着身体 体会着这熟悉的感觉 自从两人被捆绑在一起 她无事无可不再跟穆罕斗争 试图抢回身体的控制权 试过好几次突然袭击 但最终都失败了 她设想过各种夺回身体的可能 就是 没想过会是这样 穆罕会把身体白白地送还给自己 鲜血在指尖凝聚 起初有点陌生 但很快就找回了那种微妙的感觉 轻轻用力 这一股血气如同灵蛇一般地将穆罕包围了起来 这样她轻轻地移动 那穆罕就会立刻魂飞魄散 她没有躲 你不怕我杀了你 不怕 穆罕神情自若 我知道你一直想杀我 随时动手就可以了 告诉我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身体是你的 失血也是你的 还给你 穆罕轻轻地摇头 我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了 没必要拉着你一起毁灭 也许 这身体给你 比给我有用得多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你居然这么做 十分钟前 我自己也不会相信 穆罕 摊了摊手 你说的没错 我不配做失望 他转身 面对那紧跟过来的一帮手下 这些开了灵制的僵尸 早就目瞪扣呆了 留下他们吧 至少他们是十足最后的希望 而且我对他们 是用了欺骗的手段 这群僵尸 凡然醒悟过来 在女八的面前跪下了 十分激动地忏悔了起来 女八收回了 燃烧在穆罕身边的那道血迹 说道 我在一年中杀过你无数次 但现在我放过你 你有什么打算 我知道 总之 自己不再想回去见鬼王了 因为没意义了 那就跟我走吧 穆罕一愣 去哪儿 去人家 找个没人的地方 重新翻衍我们的种族 我们 穆罕 你算是死过两次了 女八突然笑了 你不考虑做个真正的讲师吗 真正的讲师 那穆罕望着他 灰暗的目光也逐渐明亮起来 我 可以吗 失足永不为奴的 我想你如今总算是明白了这个道理 任何势力 任何种族都是靠不住的 这时候 空间的毁灭 已经快要不挤到这边了 那女八招呼大家赶紧离开 借到空间 她们穿越了虚空裂缝 来到了人间 女八随便杀一个人 让穆罕赴在身上 这样她又成了鬼师了 虽然这个普通人的身体 强度实在太差 不过也能够将就 有身体 就有修炼提高的基础 善良与他从来无缘 甚至连邪恶都没有 失足 这千百年来的生存之道 就是不断的杀戮 除了失足自己 一切都可以杀戮 一切都可以背叛 这一点很像是人间的野兽 这杀戮是让自己 活下去的技能 也是本能 女八带着他们 爬上了一座 不知名的山峰 扑看着山下的田野 一百年 一千年 我们有无限寿命 总有一天 能够重建失足的辉煌 可人间未必能够 抱得住了 那是叶少阳 他们该去考虑的事 至少目前的人间 还是好好的 他转头望着穆寒 但我们没有后清了 我们只能靠自己 穆寒望着他的脸 微微笑着起来 一字一句地说道 师祖 永不为怒 灵界彻底地毁灭了 那巨人愤怒 却没有发现完 他来到了空间 稍作观察之后 他往感觉到 生灵最多的地方去了 接河边上 两军还在对峙 有军派了好几路探子 前往灵界打探消息 都有去无回 正在烦躁着呢 突然有人来报说 有人从后方闯入了军中 正在各种杀人 有这种事 有军感觉很是离奇 驾驭鬼车飞了起来 想要过去看个明白 这结果鬼车刚飞起来 他就看到了 一个巨无霸一般高大的汉子 正在他的军队中 打杀死亡 只有他一个 但是所相披靡 他那些引以为傲的精锐部队 在这一家伙面前 简直就是一群 毫无反抗之力的羊 听可见已经撕了一大片 这是什么东西 有军大惊失色了 没脑地挥过神来 那巨人已经朝着 军前这边杀了过来 有军只能亲自出手 驾驭鬼车飞了过去 巨人立刻敏锐地发现了他 这大概是他身上的鬼气 太过浓郁 引起了巨人的兴趣 他放下了那些菜币 快步跑了两步 对着鬼车一拳砸了下来 砰了一声 那一连串天崩地利的响动 鬼车跟个自爆卡车似的 在这一瞬间四分无裂 有军凌空倒飞 砸在了地上 爬起来的时候 那巨人已经是跟到了眼前了 九里公主 有军突然大叫立上 那巨人收起了准备砸在他身上的拳头 眼中红光消腿 似乎是在端向着有军 行天 他发出了海啸一般的声音 好像无数回声冲叠在一起 也得亏有军听清楚了 是我 九里公主 真的是你 你出来了 有军有点激动 眼前的赤油 跟千万年前那个 身穿犀牛斩甲的 斩身的形象 大不相同 他也是通过对方刚才那一拳中 展现出的崩毁山河的力量 判断出了他的身份 导风想要释放赤油 他一直知道的 无际鬼王就是为了避免这件事 才一直被拴在人间 除了他 有军想不到三界之内 还有谁拥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星天 你还活着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赤油停止了进攻 举高临下地望着星天 星天当年是眼底首席的战将 因为对轩辕上帝的不满 才以外卡之身 加入了九里军团 共同对抗轩辕 实力虽然放在眼下这个世界 数一数二 但是在当时 赤油手下同等实力的战将 不要太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